全美网络安全和消费者保护白宫峰会 昨天在徐丹佛大学举行 会议吸引了金融、能源、健康和电脑科技 各方面的专家与学者 美国总统奥巴马到场演说后 也签署了一下安全保护消费者行政命令 我们的现场报道 针对最近美国索尼Target Anthem资料 遭到网络袭击 奥巴马总统表示 加强网络安全保护消费者势在必行 他呼吁国会支持 随着近年来网络袭击不断地增加 不仅给美国造成经济损失 甚至带来国土安全问题 奥巴马总统指 他选择本次峰会在斯坦福举行 是因为信息时代26年前起源于斯坦福 他希望这里能够成为美国开创21世纪的另一个起点 新唐人记者韩宁旧金山湾区报道 说得更 planning 不仅领